《魅男》指女性形象 谄媚讨好男性的行为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衣着打扮 妆容造型 言行举止等等 这两年 网络上针对《魅男行为》的讨伐 有很多 影视剧中那些讨好男性审美 强化女性刻板印象的角色 也大都受到了攻击 但有个角色是个例外 2003年 电视剧《粉红女郎》热播 其中陈豪试验的万人迷 可以说是将女性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她妩媚性感 妖娆动人 给当时还在上小学 最多不超过初衷的我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时常想起这个角色 在《魅男》话题被讨论的如火如荼的当下 我又想起了这个角色 回看《粉红女郎》 万人迷算是魅男吗 从外表看 万人迷是典型的为魅男而生的角色 她清楚自己的性别优势 每每出场 也必然将个人的女性气质 发挥到最大化 她喜欢定格pose 喜欢用柔媚的眼神望向男人 和目标对象说话时 声音也会有意的轻柔起来 是大发银行信用卡簿的业务员 我叫万林 万人迷的初始职业是贵姐 后来还做过银行信用卡簿的业务员 她的工作几乎都需要优秀的外形条件 放到现在就是不注重内在的花瓶角色 万人迷的目标简单明确 价格有钱人 她从第一集起就致力寻找钻石王老五 无论是年轻帅气的男主角王浩 还是富一代的钓鱼老头史大卫 她不挑外形 不挑年龄 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钱 你愿意花百万去照顾一个美丽的女人吗 不愿意 那就离我远点 别来烦 万人迷是典型的质量行凶 而通常在编剧塑造这类角色时 为了讨喜会为人物添加中和属性 以削弱美丽带来的性别攻击感 比如虽然美丽但是呆萌 虽然漂亮但是吃货 然而万人迷没有 她说话毒舌辛辣 言语刻薄讽刺 不但对他人冷嘲热讽 对好姐妹的调侃也是火力全开 完全没有客气 甚至在发现结婚狂和自己的目标王浩走得太近时 还当面质问结婚狂二人的关系 这样的万人迷是不是很魅男 我甚至看到过这种说法 说万人迷的本质就是捞女 所以魅男很正常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直接放结论 万人迷并不是魅男 她有思维局限 也有独立精神 是内娱影视剧难得立体的现代女性形象 其实 很多魅男的女性形象 就是从女性身上提取出来的男性喜欢的元素 比如娇称 甲子音 罗利 这些属性本来就属于女性 不过由男性提取 并加以引导 之后就变成了魅男元素 万人迷的形象 其实就是将这些视觉上 符合女性刻板形象的元素打满 但是 她以魅男形象为抓手 抓住性别红利风口 为的是吃透男性择偶的底层逻辑 为自己赋能 万人迷的性感魅力是武器 而不是投诚的白旗 仔细研究会发现 万人迷身上所有的魅男元素都在表面 她本人是独立清醒的 是剧中少有的对情感始终理智的女性形象 万人迷的经典语录中 有很多都在清楚地拆分爱情与婚姻的区别 她的确有思想局限 比如会讽刺家庭主妇的存在 但本质上是她意识到了婚姻对女性的剥削 爱情就像是一杯美味香浓的咖啡 婚姻则是剩余咖啡渣的咖啡杯 我喜欢喝咖啡 你喜欢刷杯子 就慢慢刷吧 而对感情 万人迷似乎也并不看好 她理解爱情的虚幻本质 很多吐槽都是在讽刺爱情对人的愚弄 当人们懂得爱情真谛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女人节和情人节合并成一天 在万人迷的字述中 她因为多次被男人欺骗 所以人间清醒 而在我看来 这看似积极主动的追爱背后 其实是感情的悲观主义 她清醒地置身于两性战场上 目标明确 杀伐果断 没有多余的情感沉溺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 就算再清醒 万人迷的本质不也是捞女吗 不是 我们暂且不说这样的词 承载着怎样的恶意 捞女在广东方言中 只抛弃尊严 用灵魂和身体换取金钱的女性 而万人迷 看似毫无底线的追求背后 却一直有着自己道德底线 和是非评判标准 在粉红女郎中 她有段几乎梦想成真的情感经历 对方是一名知名的男主持人 符合万人迷 钻石王老五的择偶要求 之后却发现早就隐婚生子 孩子的母亲 想要男方认回儿子 万人迷表面上不相信这个女人 却一直在暗中确认真相 之后更布局给男主人最后的机会 最终说服她面对真相 并认回了老婆和孩子 少了个钻石王老五的老师 想起 天下的男人那么多 再玩玩跳吧 而这件事对万人迷来说 仅仅只是人生的插曲 当时的她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事业 有没有被姐妹看到 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能看我这篇报道啊 人家生平第一次上报纸 给点面子好不好啊 而从上面这个例子也不难发现 在万人迷风情万种的外表下 隐藏的是位狭义心肠的现代女性 她在剧中的很多场景中 都是旧场般的存在 是绝对的智力担当 后来成为粉红姐姐 也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经验教训 总结分享给更多的女性 女性互助这个概念早早的就打在了万人迷的身上 所以到了后期 万人迷的人生排序中 事业姐妹的位置都已经高过了找男人 她曾以嫁个有钱人为事业 但当她真正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后 嫁人就已经不重要了 女性因为性感成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 所以性感在很多时候成为女性被社会意识物化的标志 万人迷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她同时拥有性感的外表 冷静的头脑 有爱的内心 她是真正立体丰满的角色 再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 万人迷是媚男吗 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晰了 万人迷是性感的 妩媚的 但抱歉 这份性感和妩媚不属于男人 他们是美本身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